江美宜早前上《無線》節目大爆聽聞有過氣花彈 因為在外地搭上人夫而捲入一氏三明的命案 之後還搞到撞斜被人落江頭 雖然就沒有開名了 不過今天就有報導說 早年曾經否白中江頭失常的前亞氏花彈蔡曉怡哭訴 江美宜在她傷口耍鹽 直斥江美宜的言論失實 咦?我們到底聽多一次? 那就是上位的花彈 別跟電視台 那她都沒有說是誰 之後蔡曉怡更加在報導道指 不止江美宜一個在她傷口耍鹽 還有一位曾經在網上節目中 講話幫她解降的師傅 將她的不幸宣傳自己 為此東周網就特意找到當事人 玄學家吳佩夫師傅來解密一下 師傅還強調自己從來都不會未徵求客人同意之前 就公開治療 所以拗爆頭都想不明白 為何會有人相隔幾年之後 才將自己對號入座 在一些道聽途說的故事裡面 沒有生氣 她可能正常說過 她現在是暖一點 但是我又不想說她有病 如果你有病就要看醫生 我都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爆她的事 做新聞 沒有那麼多年 我認識你 我會否不然 believed 你也會悲傷 我真的有藥 你不明白